欢迎回来 波音公司流年不利 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 接连发生两起 涉及737 MAX客机的重大空难 加上复飞摇摇五七 这家航空巨头最终抵不住压力 宣布明年1月开始停产737 MAX客机 可以预见 全球供应链和美国经济受到冲击 已经是必无可避 波音737 MAX客机半年内 接连在印尼和埃塞尔比亚坠毁 346人不幸罹难 波音付出超过90亿美元的代价 随着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放化 不会批准737 MAX在2020年重新运作 波音因此认清 要让名誉扫地的737 MAX重新翱翔天空 短期内恐怕是不可能 不过分析认为 这一家飞机制造商的停产决定 虽然不会让西雅图工厂的 一万两千名员工手停口庭 但肯定会在供应链掀起骨牌效应 尤其生产飞机零件的900多家公司 It puts labor in a terrible spot It causes a real loss of the economies of scale that this airplane has You keep that assembly line going because of all the efficiencies You know, on the other hand producing these planes and not holding you'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lanes sitting on the ground depreciating needing to be paid for the airlines certainly aren't going to pay for planes until they're ready for flight 航空专家施伟特曼也点出 虽然目前已经有解决 737 MAX技术问题的良药 但修复工作什么时候大位 而完成修复后 航空公司是否还有信心 继续采用737 MAX赛克 波音如今要摆平的 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今夜市民集团是否も 有线外归的be移行 请进行中国装置 始络要下轮 从前面上官是否 真的有线外役 非常有线外役 现在快乐 是否会 是否会 有线外 apple 是否会 有线外彩 是否会